二连胜! 中国队3比0完胜对手,用世界级的篮网和进攻让日本队叹服。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战,中国队迎来第二场比赛,与日本队进行PK。 在第一场比赛中国队是横扫阿根廷队,而日本队则是3比2战胜意大利队。 在赛前,主帅朗平也是大赞日本队防守好,技术全面。 第一局比赛,第一球,石井优希4号位进攻被严妮直接拦死,中国队率先得分,随后,朱婷4号位强攻大写线得手,中国队2比0,接着中国队打的士气是如红,一路得分17比0开局。 从此后,中国队没有给日本队一点机会,随着,朱婷3号位原地起跳的扣球得分,中国队25比21拿下了第一局比赛,大比分1比0领先日本队。 第一局,中国队朱婷就得到了7分,而严妮也有4分进账。 第二局比赛,日本队以2比0开局,但中国队很快就调整过来,2比2,4比4,随后中国队又开始建立了领先优势,5比4,9比6。 虽然后来,日本队也是紧咬着比分,但中国队还是以朱婷打探头球得分。 最终,25比19再下一局,大比分2比0领先日本队。 第三局比赛,胡明元2号位进攻得分,1-0,接下来朱婷莲得4分,中国队5比1领先。 随后,日本队黑后爱莲得2分,到村春市也有一分进账,日本队将比分追到4比5,只落后1分。 不过,中国队并没有给日本队追平的机会,在此得3分,7比4,10比6,19点15分,21点17分。 最终,中国队以25比17在下一城,从而以大3比0完胜对手。 4番,中国队以3比0横扫日本队,取得了香港战二连胜,本场比赛中国队最大的特点就是篮网和进攻,直接让日本队崩盘。好样的中国女排。 在得分方面,朱婷得到18分,龚翔宇10分,刘晓彤7分,严依6分,胡明远5分,丁霞2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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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